《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57章 潜入 成功潜入学院 这是唐三早就计算好的位置 凭借着阴影和夜行一 对方想要发现他是男上加男 唐三之所以有这个计划 和他这些天的经历有关 他每天都是从后门进 后门出 家里学院是有防御警报法阵不假 但如果是正常的开门 警报自然是不会被触发的 他从后门离开的时候 曾经碰到些妖怪族的学员 听到过他们交谈 当时就有妖怪学员在说 晚上溜出去喝一杯呀 我已经跟守门的说好了 这就让唐三留了意 这几天他晚上也会偶尔出来观察一下 好家伙 后门这边 每天都有好几拨学员很晚才回来 家里学院是封闭式管理 除非请假 否则平日不让离开 但架不住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呀 这些妖怪族学员都正值青春年少 哪里耐得住寂寞 有时会偷跑出去玩耍 对此 守卫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反正还能捞点好处 何乐而不为 唐三也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 潜入了家里学院内部 他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一个黑色的金属面具 戴在脸上 遮住了自己的上半张脸 这面具是用乌金打造的 不但能遮住面容 还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等到两名妖怪族学员以及守卫都离开了 唐三这才再次行动 快步潜入家里学院 他最近这一周的清洁工可不是白当的 他对这里的地形已经相当熟悉 直奔修炼区而去 他这次趁着半夜潜入 当然不是准备找美公子 而是另有目的 大约五分钟后 唐三已经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一栋建筑附近 这栋建筑为尖顶 占地面积不算太大 距离这边不远处就是腰战区了 而在这栋建筑前 竟有两名妖怪首位 两名妖怪首位都是身材雄壮之辈 身高在三米开外 虎背雄腰 一双手臂齐长无比 手中各自拎着一根金属长棍 长棍足有五米长 粗如成年人手臂 一看就极其沉重 这是大力圆妖 猿猴类妖怪在妖怪族之中的地位不算低 能够进入十大种群之列 大力圆妖虽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也是圆妖脉的主要战斗力 以唐三的感知 这两名大力圆妖至少都是八街修围 在整个家里学院内部 有首位的地方就只有这么一个 因为这里是家里学院的小卖铺啊 当然 在这里人家不叫小卖铺 而是叫学院商店 家里学院的学院商店 唐三听张浩轩讲过 这里卖的东西只针对家里学院学员 比外面要便宜一些 而且好东西非常多 远不是就熟学院的那个小卖铺所能比的 学院商店不但贩卖东西 同时也回收包括妖兽尸体 珍惜植物在内的东西 这是对学员的专属福利 唐三今天的目标就是这里 有两名八街守卫在 可见这地方是多么重要 而且商店内部还有单独的警报法阵 一旦有人侵入 警报第一时间就会想 无论是首位还是警报 其实都不是针对外人的 而是怕有学员冒大不韦坚守自盗 这种事以前家里学院就发生过 唐三将目标选在这里 当然不是因为他有自信干掉两名八街守卫 并且避开警报 家里学院绝对有神级强者 而且不止一位 他一旦被发现 想跑比登天还难 因此 想要有所收获 就只能智取不能硬冲 唐三远远地看着两名在门前溜达着的八街大立圆腰 没有着急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现在还是前半夜 他们的警惕性都还不错 并不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唐三很有耐心 在阴暗的角落中坐下 一边休息 一边静静地等待时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约两个小时后 两名大立圆腰走到一起 时间差不多了吧 一名大立圆腰看了看天色 另一名大立圆腰点点头 道 差不多了 进去检查一圈 再过一个多小时 应该就天亮了 走吧 两名八街妖怪一起走到商店正门 在接近正门的时候 他们身上都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芒 商店门前也散发出同色光芒 两种光芒接触 警报没有响起 一名大立圆腰打开学院商店大门 向里面走去 另一名大立圆腰 则转过身对外 守在门前 而唐三的行动 就是卡在这两名大立圆腰 一名转身 一名进入的刹那 他所等待的 就是这一瞬间的机会 唐三是从侧面切入的 在出动前的瞬间 就撇到柜台后面 是一组组硕大的柜子 里面摆放着东西 那应该就是在售卖之中的物品 唐三明白 最珍贵的东西肯定不会摆放在外面这些柜子里 就算有 也一定会有防护 且与之接触就有触发警报的可能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